欢迎回来台视晚间新闻 中国大陆北京爆发了第二波疫情 而且情况持续的恶化 过去24小时新增了36起本土病例 北京市政府已经宣布进入非常时期 北京最大果菜批发市场新发地周围全面封锁 派公安助手附近十几个社区也严密管控人员进出 因为北京13号一天就新增36例确诊 通通跟这个市场有关 在新发地市场工作者27里 曾直接或间接暴露于新发地市场者就例 北京爆发本土感染疫情都来自新发地市场 距离习近平办公的中南海才20公里 可能他每天吃的菜都在这里采购 官方赶紧宣布北京进入非常时期 北京市委书记蔡奇 13号在疫情会议的时候指出 北京已经进入非常时期 新冠病毒源头在米饮食为天的市场 官方下令新发地等六大农产批发市场 全面或部分关闭 许多超市的蔬果被民众抢光光 场面非常恐怖 肯定不相信这是北京 市面也埋不到了 为了避免疫情扩大 北京卫生单位立刻回溯追踪感染者 要求5月20号之后跟西发地市场有密切接触者 都要接受筛检 北京地铁也会全面加强列车消毒 并且规定近站乘客都要量体温 杨振平编译 北京地铁也会全面加强列车消毒